腰椎不好是钓鱼来的通病 可不要因为你现在生龙活虎 你就大意了 今天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或者舒长 说不定就会帮到你大忙 钓友们都知道 前段时间我得了腰椎键盘突出 现在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学习相关的腰图知识 原先我以为我接下来 要一直坐着这个椅子才能钓鱼 那很多钓友呢 也是给我这样一个建议 但是真的是这样 那要怎么做 才对这个腰椎肩膀的压力 是最小的呢 那正确的坐姿呢 是咱们这个腰啊 它是直的 脖子啊 跟这个腰啊 它是一条直线 这种情况下呢 你这个压力才是最小的 那像我们大部分钓鱼的情况下呢 有很多钓友 大部分的情况 他都是这样弓着背的 这样弯着的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上半身的压力 都在这个腰椎上面 那我像我平时钓鱼的时候呢 尤其是等口 整个人啊 包括抢鱼的时候啊 整个人是攻出去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腰的压力啊 就非常非常大了 我自己分析呢 就是长时间这样一个坐姿不对 才会导致这个腰椎肩膀突出 那么做钓椅贵好一点吗 那首先我们这个钓椅啊 一定不能太低 你这个腰椎不好呢 你这个钓椅太低的情况下呢 你这个腰啊 压力还是很大的 咱们要买得稍微高一点 然后椅子的椅背呢 咱们可以往后稍微的调一点角度 让这个腰啊 整个这个背 贴紧这个靠背 这样贴的上 这样呢 稍微放松一下呢 这个腰椎还是比较舒服 如果要更好的去保护腰椎呢 咱们可以买个靠垫 垫在这里 这样做的呢 就很舒服了 那如果说像这种椅子呢 咱们可以调角度 但是呢 不是说你这个角度调的越大 你靠下来呢 就越舒服 你靠下来之后呢 你的腰椎是轻松了 但是你的腰肌呢 全部绷紧了 这样呢对你的尾椎骨的压力呢 也会很大 所以咱们呢 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动作 那不管是做钓鱼也好 做钓巷也好 做个三四十分钟 起来走一走 运动运动 休息一下 因为久坐对腰椎的损伤就是很大 如果你的腰啊 已经不舒服了 那么你可以配戴一个这样的腰带 来辅助你钓鱼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腰带啊 不能带的时间太长 时间长了呢 你的腰肌啊 会对这个腰带产生依赖 久而久之呢 你这个腰肌啊 它就会退化 对这个腰椎的保护呢 也会下降 那么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练就一副属于自己的腰带 怎么练呢 我教大家俩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臀桥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 每组做十几二十几个 每次做三组 停留一下 第二个方法呢 叫做小鸟飞 大家可以每组做五到八个 每次做三组 停留三秒 以上两个动作 大家最好每天早晚坚持做 对我们的腰椎 费用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大家也和我一样 已经得了腰秃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去正规的医院里面进行医治 那么前期呢 可以通过睡硬板床 贴膏药 牵引 针灸 一些理疗等等啊 一些保守的一些治疗 来解除病痛 但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腰椎肩盘突出呢 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你像我现在这样子 它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呢 我平时生活当中呢 我还是比较注意的 你比如说 去弯腰搬东西啊 做一些对抗运动啊 包括久坐钓鱼等等啊 咱们要尽量保证这个腰椎这个问题啊 要去反复发作 越来越严重 最后呢 你不得不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钓友 祝大家在多多报复的同时 能够健康快乐 感谢观看